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间谍叫蒋仁熙 蒋仁熙曾经多次到中国大陆刺探军事情报 后来给解放军敌注 还判了刑 坐了牢 获释之后回到台湾 所以这么一个人物 当年他回到台湾 就曾经上台湾的一个电视节目叫新闻 哇哇哇 在这节目里就开始大砍 就说我是怎么去刺探情报的 讲他的这个间谍事迹 我也不知道后面做了什么事情 被抓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当然很沮丧啊 很沮丧啊 我们这边 害怕还是 也没有 还很镇定 人生走到这里很多事情不得已 也是只要被俘虏了 也是顺其自然 不得已 2月19号下午 台湾的这个警方抓了就是有可能是杀这个蒋仁锡的第三名嫌犯 所以至此为止三个这个嫌犯全部恶枉 蒋仁锡他的尸体怎么被发现 1月19号 在这个台北啊 卢州市淡水河边 某一处 见到了蒋仁锡的尸体 这间谍特务啊 这到最后现在是沉湿河边 什么样子呢 脖子上 脚腕子上 缠着绳索 绳索上面 分别吊着38公斤重的水泥空心砖 这是要把它坠在水里 尤其是脖子上 这个绳索啊 勒了三道 然后绳节呢 就打在右胸上 当时这岛内就纷纷揣测呀 因为都知道这个特殊的人物吗 说会不会是台湾的什么方面 泄沫杀驴啊 这间谍给逮着了 放回来了 没有利用价值了 而且还说不准是带什么任务回来的呢 所以一度有这种阴谋论的怀疑 因为他之前在军情局当过警报人员 所以就被人家揣测说 他可能是可能是内斗或怎么样 然后可能要能够江仁熙闭口啊 所以才有那种内斗灭口的说法出现 但是一直到现在 这个在军情局的部分 或者是家属部分都是闭口不堪的 蒋仁熙的一生啊 还是多姿多彩的 他当特务之前是干什么地呢 台湾好多人居然都认识他 叫他什么呢 考古题天王 为什么叫考古题天王呢 他当年在中国文化大学英文系读大学的时候 就读到二三年级啊 他就想到国立大学去读那个插班 他想考那个插班生 那个考试 因为这个呢 他不就开始找这个考试题吗 找来找去 大有心得 而且他发现呢 考古题 就考古类的这个这个考试题啊 这个生意好像真是一笔买卖 所以啊 他真的用了心 你说从这儿也可以看出 他是有点间谍的前置啊 到处搜集各种各样的 插班考的这个试题啊 考古的这个试题 以至于到后来真做了这个买卖 他成立了一个专门做考古题生意的 叫文英社 所以台湾岛上的考生 都管他叫什么呢 台湾考古题研究所所长 蒋元熙 可是啊 你做这个买卖考试题 他是分淡季和旺季的 淡季的时候呢 那这个蒋老板就想 我得找点这个兼职吧 我得找点淡季 我也得挣点钱呢 他找了什么呢 所谓民国八十八年 一九九九年 文英社的老板 蒋仁希 人间蒸发 消失了这个人 据中国时报报道 蒋仁希的弟弟有同学分财 经商失败后 被台湾军情局吸收 一九九六年 在弟弟介绍下 蒋仁希加入军情局 关于蒋仁希 怎么就被台湾军情局 就招收为间谍 发展间谍 他自己的解释呢 说我本来没想当间谍 我为什么去大陆呢 我去大陆 我我我我去找女朋友啊 我给我这个文英社呀 我不得找一老板娘吗 那那没想到呢 那那那那 去了之后啊 还真的 这军情局就给我派了这么一个任务 派了这么一活 他这么解释 据他说呢 刚开始 台湾这个军情局 就对他还是处于一个适用阶段 适用阶段的任务非常简单 大概啊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这个蒋仁希 基本上是每过三个月 就跑一趟大陆 每次呢 待个二十多天 那每次去 就是给他经费多少呢 五万块 平常呢 每个月还支给他两万块钱 他说那个时候一开头啊 任务啊 非常简单啊 是是是人都能干 干什么呢 就是说让他去大陆啊 去收集那些个公开出版的地图 或者是军事书籍 就这事挺容易 但是后来 这个试用期通过了 发现这个蒋仁希啊 可用 这个时候 台湾军情局就开始啊 给他每次执行特别任务 这特务的那种地点和青搜项目 这种任务 这种任务 据说他出了 都有十多趟 主要是什么地点呢 福建 江苏啊 广东 浙江 还是什么的地方 就是这些个 东南沿海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 这个军事港口 和军机场 他到这些地方啊 军事看情况 1999年2月春节期间 蒋仁希奉命 再度到福建福清县 农田镇军机场 与先游飞弹基地 勘察拍照 当时这个上级啊 据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还跟他讲 就说现场观察墨迹 就是你看就得了 记在脑子里 回来呢 跟这个卫星照片呢 在比对辨认 可是那蒋仁希呢 求完美啊 这就有一地啊 说这光继怎么能行呢 自费 还这么爱干特务的 自费花了五万块钱 新台币啊 买了一台摄像机 摄影机 就说我我一定拍 我要拍 好 就那时候吗 二月份 他先到几处军机场 其实是拍了不少 然后呢 他就开始找 这个 他就倒了这个鲜油嘛 倒了鲜油 倒鲜油 他不知道这个飞弹基地在哪 蒋仁希呢 就化妆成一个当地农民 穿的破破烂烂 然后还弄了一辆二手的那种破脚踏车 自行车 整天骑着 整天骑着刀鲜油 六天里头 他每天骑车六十多公里 就在乡间这么转 这个期间呢 多次有这个军人 解放军跟他擦肩而过 但当然那也没没法认出他来 后来给他打探德 他观察到这个飞弹基地的地点 似乎是在一个什么村 那个村呢 就是说可能是新建的吧 这个基地还没有围墙 蒋仁希 2月17号